能百貨寶慶店是台北最老的百貨公司 但它即將要在7月底席登 8月要拆除重建 虽然它現在外觀時髦 不過你記得它最初的樣子嗎 帶您走進時光隧道 寶慶店在1972年風光開幕 白色裡面外牆還有一隻龍 就位在年輕人和觀光客 最愛聚集的西門町 馬路上總是車水馬龍 百貨裡民眾更是急的水鞋不通 架上全是最潮流的服飾 女子失穿鞋露出笑容 週年慶於買簽送白等促銷 就從這開始 當年營業額更曾達到新台幣20多億元 許多人到台北逛完中華商場 就沿著陸橋走到圓百繼續逛 迷色制服搭配帽子 不只制服是當年最流行 店內設計也是 走進大門就是中庭還分了上下樓梯 這是當年最流行的設計 現在已經不常見了 如果有舉辦時光秀的話 模特兒也會像這樣走樓梯下樓 讓走秀更有看頭 快70歲 所以我那時候從我小的時候 我們就跟著這個 一起長大 我住在那邊 但是我還會回憶這邊 人一般都是舊戀 圓百寶慶店今年邁入第51年 伊麗布窑見證西門町的興衰 西門町老百貨只剩他 像這家酒店早期可是風光一時的 立霸百貨 從老照片中燈光和擺設 都能感受到當年的熱鬧與繁華 透過地圖來看 除了寶慶店立霸百貨 還有今日百貨來來百貨 四強鼎立 匡出西門町最熱區 來來百貨早安哥也是不少人的回憶 四強百貨曾經跟著西門町興起 現在只剩圓百寶慶店 如今寶慶店將要改建 轉為新風貌 有望成為西門町新地標 但能否再帶來人潮 有待後續觀察 東森新聞 盧智傑 蔡永恩 台北報導